歷史為盡 以鼓見證 笑談天下新鮮事 其有此旅開獎 大家好 大家好 我是呂捷 歡迎收看今天的其有此旅 很多網友常在下面留言就是 呂捷你太胖了 呂捷你也要減肥 其實我跟你講 胖這種東西也是比較起來 來導播我們把框拉大 有沒有看到 人就散掉了 人就散掉了 為什麼要減肥 差不多吧 那個很多人看到你都覺得 哇 這這麼老啊 什麼樣子 那我們這個一語有講 我不是年紀大 我不是年紀老 我只是出道的早 對啊 對不對 因為我們剛才對了一下我們兩個同一屆 所以我們兩個都年紀老 我們是考那個三民主義的最後一屆 沒錯沒錯沒錯 那一次就沒有三民主義了 五十分最好一次 你以前投了台大法律嘛 對啊 我以前差一點到台大法律啊 抱歉 我要去寫 沒有啦 超兩百四十幾分啊 哈哈哈哈 他也是我可能我去寫他 沒有啦 其實我們說這個 塞儀蔡委員 他其實在螢幕上的形象非常鮮明 但是還有一個比他更有特色的 你老爸 我老爸 我老爸太厲害了 三寶 你老爸這時候才六寶 他秋孫喔 他那個患肺 他是那個肺部移植 所以算是很少見的手術啦 是 換了很辛苦的 我已經三十多 這中間也沒有說感染啊什麼 現在也很健康 只是減少外出啦 因為我們之前有訪問他 阿娘的過程都消三樓吧 那時候是 那時候算到差不多三十八公斤 對啊 算三十八公斤嘛 對 那你有很羨慕嗎 超級羨慕 超級羨慕 我上去三個園耶 欸 你們都 祖傳從政耶 對你們做的 你們說的 你們爸告訴你 都是從政 我本來 像說我算做三代 是 但是那個時候 我在含陳明文開港的時候 他小時候都去佈地爭 那時候 我們行文爭那裡 我們阿公那時候就去做議員 是 那時候叫他爭議員 爭 爭議員 爭議員 爭的 爭頭要爭 不是 我知道 是這個 沒笑 沒笑 那時候叫他爭議員 所以我聽他這樣說 我比較知道說 原來我們阿祖那時候 就已經出來的選舉 是日本時代 日本時代 所以我每次人都有給我看 我們地方的研究 像你這樣對於是 文實工作者 就給我看我阿公那時候 在議會的表現 在日本時代 日本時代說 日本人 公政說一定要說定義 是 我們阿祖說 我跟他說台語而已 我去議會 你不可以讓我說台語 他就抗議 他就說 他就抗議 這樣他就不在議會了 是 所以我看我們阿祖那時候 也會漂白了 所以我爸有增到我阿祖的個性 我可能也有這個 這樣 你現在說是 就是 日本時代 日本 你怎麼知道 這哪有網友渲染 有沒有 變薪水小偷 你知道嗎 薪水小偷 不然就是議員主要是 地方的服務 是啦 我們阿祖那時候是 在凸顯 他說 你不要說台語 他說日語 他去那裡就不會說 這不對等 所以我這樣說起來 就要變正四代 我要研究起來 所以這個正四代 就要變一個 很大的保護 所以在那個時候 民進黨不是有同過 那個 政二代條款 政二代 他要選議員的時候 所以有限制比較多 我說我正四代 我可能 沒有算到我 正四代是不能排除 但是我了解 就是因為 你到最後才知道 你們做了 做過議員 對 跟陳明文在台下先說 但是你們說了 就開始做議員了 你們爸也做到立委 你到底台語是因為 想要重振嗎 小時候沒有太多 我們小時候排法入海 應該是我們阿公 跟我鼓勵 我們阿公說 家裡的人 都沒有人 對法入比較少 所以都會吃虧 所以小時候就叫我去排法入海 在我們說的時候 就這樣說 我就說 隨著他的意思 就一樓堂這樣 隨著他的意思 就靠到排法入海 我們這些人 都包包起來就好了 沒有啦 我小時候有認真 有啦 有啦 有打拼的人生過 你們爸那時候有 就是 你們爸那時候 跟你們說過 就是 你重振啊 接傳一波 什麼會這樣 老實說 我本來也沒有暗算 走到重振這條路 是 因為我那時候 我做路書 我就開始 專精做路書 我做路書 真的六個時間 一直到那個變數 就是在兩千空親年的時候 那時候算對民進黨大海嘯 剩下27層 剩下27層 那時候全摸死了 對 我爸也是在那時候 也是割掉了 所以那時候也沒條 他沒條 他沒條之後 變成說 他那時候 大錢很大 他也說 不然稍微出來選 也是因為 那個紀念書 才變成我取代他 不然如果 我爸爸 我爸爸算 要不說老 他43年 想買 如果現在很多台面上的政治人物 他割十幾年前 他沒幾歲 就割十幾年前 他割十幾年前 他割到五十幾歲 就因為他交棒 所以他才讓我們 半強 半強制退休 所以他也很無聊一段時間 但是他為了 身體也出狀況 是 所以他出事了 現在就比較好 因為我對你們爸印象很親 你知道嗎 我對你們爸印象很親 為什麼 我那時候在做另外一個節目 就是做講台灣歷史的節目 我有一句就是什麼 關粉 我有一句關粉 因為江南案之後 開始掃黑嘛 掃黑 掃黑 一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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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掃黑的時候 他基本上到 一開始要抓那三個而已 陳其旅 吳敦 董貴森 他搞不好形成 所謂無差別性的逮捕 反正 算的錯 叫的點 全部都忘了 我都比較好 我以前 為了做這一集 我也比較好你們爸 你知道蔡委員 蔡委員的爸爸 就是蔡其芳 也是委員 那些人沒有過關 我靠他 委員啊 什麼 為什麼 我們這集 我們想要來講 關粉 一千 你那時候 那是建設大事 還在說 很久以前 建設大事 萬一建設大事 你怎麼看你爸 應該是說 我爸爸去一千 去關粉 那時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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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差不多三歲 所以 演習 我國小的時候 我小時候 我媽媽都跟我騙 說我爸爸去做 美國 日本 去做兵 他跟我騙 我想說我爸爸 會做兵 保家衛國 不知道是去關粉 但是有一次 那時候 我跟媽媽 我兄弟 我兄弟 三個人 坐著那種 直升機 直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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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較快到我爸 所以那時候 就知道我爸 在那裡 去關粉 那時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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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小時候 我爸 說他人生的故事 我也覺得很差勁 他說他小時候 當然 他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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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時候 因為我阿公 在那裡 做議員 我們阿公 那時候 也有開酒家 他在 在嘉義市 叫做 長流 在算嘉義 館市 第一間酒家 是 跟我們爸爸的手 發揚關大 發揚關大 就是在那裡 比較好 比較好 比較有趣 比較有趣 到現在 很多人 很快樂 我爸爸發揚關大 之後 因為他也在那裡 他可以 給關粉 當然 當時的關粉 是不太 辛苦 就直接送入 所以他有 他程序的事情 我媽媽那時候 也很 很 對我爸爸 他也 他也 推我爸爸 很長 所以我媽媽 跟我們 施明德 先生的太太 女士 艾琳達的女士 有很好的高層 他們那時候 都做的 在立德 當然 他那是政典 我們爸爸 算一清 是台風扇 他們有一樣的 遭遇 我媽媽那時候 為了 幫助我爸爸 師傭去打工 這是一個不公平的 我爸爸 我母親也很忙 師傭去照 所以我小孩 變成說 我大兒子 我阿嬤帶 我是去給別人帶 我小弟 是我外婆帶 所以我小孩 我三個兒子都會 沒做過 沒做過 你爸爸跟你說關粉 發生什麼事 他說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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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時候很辛苦 那時候 裡面 稍微反撐一下 就要去 那天人 就要去 站幾天 都給你 沒水分 你不要 就 抄 所以 我爸爸 說關粉 那段 是 聽說話 那段是真的很辛苦 不然他都說一段 很趣 說出來聽說話 我爸爸說 那時候 因為大家去一清 洪傳入以後 大家都很客氣 都說 哇 國民黨政府 我們 我們這個 沒有生伴 我們抓進來 不可以這樣做 大家都說 好 出來 我們就回來 兵國民黨 出來 一定要兵國民黨 我爸爸的旅行承諾 出來了 他就加到民進黨 就開始選 布袋頂頂 就開始從政的人生 啊 沒辦法 他說 那時候大家 在裡面 那裡 那裡 很多人 都加在國民黨 打不贏就加入啊 對啦 所以 他在說這個 我也覺得 所以我爸爸 有他 很堅持的地方 也有他 算很高的地方 像我們做小孩 你爸都沒有在生活 比你對他 沒有兩次 嗯 是這個時候是不會啦 因為 是這個時候的一個 那個過程 因為 我跟我們爸比較有互動 差不多 國小 差不多 差不多 四五年級 他回來 他就去選布袋頂頂 那時候我們爸多好 因為他平常時候 回來都沒辦法 他就從政了 那工作很多啦 那時候我們住在 我們住在家裡 是 我們爸在布袋 那時候交通比較沒那麼好 但是拜六禮拜我們爸回來 都買多少玩具啦 帶我們去吃牛肉 所以那時候都很期待說 唉唷 拜六禮拜不知道我們爸有在回來嗎 那平常是 還會不會就是他 對啊 所以也是覺得一個過程很差 聽說你跟你們爸 是否認識什麼阿餅 好 我們師兄的意見不好 除了阿餅 也有 有很多人 為小嬰媽媽也想不到 對啊 阿餅那展是怎樣 阿餅那展 我們爸就很堅持說 總統應該幫阿餅要特色 啊 那時候這麼多的事情 我們爸有 他覺得 他覺得對阿餅 他的思法遇到的 不公平 不公平的心盤 所以他一直覺得說 他自己也遇到過了 對啊 所以他一直覺得 為什麼總統沒有用他的 他的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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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餅特色 我們爸有這件 他覺得 他覺得我最多鷹派 我和總統 都沒有說 都沒有說 你不要打開 你不要打開 我會打開 對 他就打開 這幾年來 我們爸就說 你這樣插進去 你不打開 你打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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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剛才的意見也沒有 也不是說什麼 我們爸有時候 他會打開 他就在連續發佈 他跟我講一講 大家的意見不聽 他就在連續發佈 蔡英雅不在特色條例 阿金 因為我當初 得到司法委員的交委 意思是 我只要把他 打開 那程序 他就要讓我斷絕 他們都沒有跟我說的 都沒有特交的 這時候跟所有的民體說的 我說對這個 我要怎麼贏 現在不知道你們把發文啊 我不知道 人家跟我說我快看 說話 嚴重了 現在這個我要怎麼贏 所以我只好 照實說 我們阿爸他過去 他就都講幹話 所以他是立法院的幹話王 所以這件事情大家不要問我 因為他說這個幹話 就大家關係就好了 因為那時候立法院有三寶嘛 你們爸臨從某到河水省嘛 河水省 我們這陣子 台灣最極的位置 大概是新騷擾 新騷擾 因為我對你們爸最早的影響就是 他 爺陳文謙 他爺陳文謙在走嘛 陳文謙那時候說 乳房是女性的社交工具嘛 你們爸說 其實他也不算公開講 就跟記者在開槓的時候說出來嘛 對啦 陳文謙說乳房是女性的社交商 那怎麼會被告白了一陣子 不要這樣 如果照現在這個氛圍 你怎麼看你們爸那時候說這些話 不然我們知道他在開槓嘛 我們就像說你們爸在開槓 對 但是現在這個氛圍 你怎麼看這段話 當然我們這幾個在現在這個年代 都傳出去 那也是很嚴重的 這幾個 開始會重新鎖 我們爸那時候 我們爸也有這幾個付出很大的 他第一 他在東團裡面去用那個 停權嘛 對 去用停權的冬季出份 再來 選舉的時候每次就不用了 我們爸為什麼買手要讓我來交棒 就是說他都沒有付女票 差不多 所以他就要說 哇這等於選舉 停50% 他稍稍的 哇 這樣喔 可能比較難算 你們爸這幾個說他都沒有付女票 所以交 你不是他說的啦 我是在說 他是不是這樣說 所以你覺得說那時候你們爸沒有付女票 所以他把他交給你 你自己有付女票嗎 敢不 他敢你 敢不 這次人說要派美女 給我錢 美女刺客 我都說 有人跟我安慰說 不用怕 不用怕 他知道為什麼 我也說要為什麼 他跟我說美女無法抵擋吉祥物 你現在又單身嗎 有 還沒剩嗎 我單身很久了 很久了 因為我們說廣播的 就是 這陣子傳出任何緋聞 同學我們是不太多了 對 我們都不太多了 對啊 但是你之前還傳出緋聞啊 你跟楊慧如啊 那真的是沒有的 沒有就是你們兩人的感情很好啊 你們兩人的高情很好啊 有啦 因為我們高情過期都不錯 因為過期 在那個 那個 那個 柳東町的辦公室 大家都認識 是啊 所以有認識之後 當然有互動啊 不過我如果沒有陣子 那時候是 你這樣說我早就知道 我沒有啦 我解釋一下嘛 那時候是 那次柯文哲大動算嘛 大家開心說 一位朋友結帳的 結帳的 結帳的 我 那時候 我在裡面的 社群 那一個女子 喔 你在裡面的社群 對 對 那一個女子在那裡 在那裡 那時候我 那個 那個 鄉間啦 沒有那個重點啦 只是鄉間而已 是是是 警察而已 警察而已啦 那時候他傳去 大家 你們在line 我們是共同那裡的 群組 群組 阿楊貴魯大動作 那時候他就越來越少了 那時候我那個商品 跑去他個人臉書 那時候說 為什麼蔡易宇 跑到我的房間洗澡 好 那我就倒了 不過那時候 我沒有要從政 那時候我是 我就是有孫而已 想不到 我到經過八年 我要臉書的時候 是 阿楊貴魯也發生到 那個外交官的事件 嗯 剛才有人去那裡 祈禮 去看他的 以前他的 臉書的花紋 剛才這家是 他去拿出來 那拿出來 就說我 我跟他 你倆有一段情 有 就有人 改我的危機百科 說我和你 紅 阿楊貴魯也說 這樣 也有商品 有徒威症 所以我也臨 要怎麼辦 原來貨這些東西 還有配件 你現在有七號嗎 現在也沒有 現在很標準 很標準的單身漢 什麼叫 有七號沒有標準的 沒有 標準的單身漢 也沒有亂打 不然現在 說實在 我們也很不容易 這幾年都沒有打過嗎 這幾年 我發行 每年立委之後 真的 更不容易 我也不知道要怎麼打 真的不知道怎麼打 失去打的公寧 對啊 人生失去 全報告的公寧而已 失去對小姐好的公寧 不要說全報告的公寧 怎麼這樣說 你早上不出車了 對啊 去年的時候 說對旁邊撞下去 簽了還要 對啊 那次真的撞到 人生照片中 做一次 做一次 這樣損毀一下 那次是 因為 我們私機有 損得比較快 對方也 剛才拚紅燈 所以也沒有醫療 就直接 寫下去 對旁邊簽下去 對旁邊簽下去 我們私機 我們自己的私機 他算反應境 所以他有漫 所以那個簽下去 沒有直接堵下去 所以他算有一個離心率 車扔 所以車扔 扔三連扔很快 那次我覺得真的 也算 身民有幫我 你人都沒辦法 我人沒辦法 我私機也沒辦法 我護駕也沒辦法 三個人都沒辦法 連對方 對方的車也是 我們車整個海 對方也整個海 對方也沒辦法 對方是要看我們 看我們的車 他去報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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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叫警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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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警察 警察 這樣沒辦法 還是成龍 拍電影 拍電影 所以我在裡面 我感覺是差不多三十秒 這樣 他說你看到人生的跑馬燈 真的人人身的照片 很遺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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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沒有娶到老婆 對啊 唯一有說 有娶老婆 我唯一說娶老婆 就是人家幫我家住 我一天看新聞 你一天 因為 頂一道 我們說22年那一道 你民主黨四個回家 四個回家 就是 我剛住到那個 我之前從高雄走到台北 我有走路經過家裡 住到 館長 翁長良 我翁長良 老翁 老翁 我在跟老翁照 你知道 老翁 政委你不簡單 說是怎樣 你們民主黨現在 輸到你而已 最百步就是你 我會輸到你 你知道嗎 你們現在輸到 巴掌心 以南都輸到 但是 那時候大家在檢討 沒有 北港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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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以南都 北港客 他以南都 他以南都 他以南都要 他以南都要 過了 過了 那時候大家在檢討 有什麼 會輸到這麼難看 因為台灣的選舉 其實台灣的選舉 很像煎魚 北港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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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很多人在煩惱 還是很多人在煩惱 不用煩惱 也不用煩惱 這代表什麼 台灣是一個正常的民主國家 對 政黨倫替是常態 你說兩千年 阿扁動選總統的時候 大家要抓到 那時候三腳都 對不對 對不對 日本控控數年 又連營 那時候我會去阿扁 說過 民進黨要做長期執政的打算 結果我會去 控兩年 還是控這年 又變白了 再來 日本控半年 輸到沒走 對啊 輸到幾萬元 對 那時候大家在說 民進黨二十年內 爬不起來 結果一數年 太陽花 又變白了 一兩年 台性 那時候大家說 國民黨這次出開 拿開一半年寒流 一半年寒流 哇那個席捲全台大海啸 你們想說 破出去人進來 沒了沒了 一句話 民進黨的 那時候民進黨沒了沒了 結果 像小英一樣 差不多 帥到沒有了 又沒有了 又多兩支 結果 二控年 換 哇 贏 贏 八百十七萬票 贏兩百幾萬票 結果 二年 換 拿開 那二年大家在減透 包括我們說有論文案 這真的很兇 你竟然把年輕鬆爭鬆的 雖然之前有新聞出來 雖然有何解 當然林志堅林市長那邊跳出來說不是這樣 好 再來就是黑金 黑金政治 所以黑金挑戰過後 你敢有發文嗎 五月二七 你敢有發文嗎 我是火爛 我是火爛 火爛發文 我火爛發文 那兩個人是有關的 對喔 我那時候 晚上是因為一個人 一個人 那個高端還沒聊 像找人開港 我跟公司的我要退黨 最後一天我就 沒有啦不是退黨 你有先發一句嗎 這輩子最討厭民進黨的一天嗎 我有發的 不過我火爛和選保法有關 是 不過我開始對於 這個選保法的修法 我自己會想發 我當然是覺得 第一 你像說這個選保法下去 我像我爸 他也一路 他就讓官粉出來之後 一清出來之後 他一路 他就可以說 和兄弟 就比較切割 他就要切割 比較縮緩 縮緩的 就真的要走 總情這條路 所以因為他做佈地上 跟他做立委 他真的就是 認真要做一個民意代表 是 所以如果像我爸 這樣 算是最早期的民進黨 不然他未來 他沒有辦法選舉 雖然他沒有按照要選舉 不然他連這個選舉的管理 也沒有去 所以 尤其這次的選保法 中有一條是 一心破關 有多十年以上的 就不算錢 是 我是覺得說 某些這樣 有訂了 比較over 我自己的over 就是說 這個參政權 是一個嚴重的事情 嚴肅的事情 我們用 立法的方式 去讓這些人參政權沒有去 這個事情要慎重考慮 這是我主要的一個看法 當然說 現在 黨團已經決定說 要跟這個 要推行這個很難 我也是要配合黨團 這是說我也希望說 我有我的聲音 我也是希望說一下 像這樣 那時候你怎麼沒去找 賴夫說一下 還是找總統說一下 沒有啦 我們是跟老科對話 是 因為我們覺得說 我們柯建銘就是我們 宗教 他應該就代表我們 在立法院 因為我們大家事實上 地方的經營 有時候沒什麼時間 去看每一個法案 所以 黨團三長應該要算 我們立法品質的善良管理人 是 所以大家都讓他們去頂 所以我們如果有什麼意見 就告訴大家 宗教說 當然宗教他感覺 他在這個條款 要堅持 不過我買去 我的電影走 也是有些人跟我說 實在說 我沒必要 就去 你爸沒有從政 對 我爸沒有從政 那是基礎 他人的意思是說 實在通過這個 你要知道 社會民 沒有犯罪的人 比有犯罪多 對 所以我們要站在 多數的人 希望 這麼犯罪的人 不要讓他們壯大 所以 人有這樣 我就說 我也有這麼想說 這種說法 所以他們的意思是說 我為什麼 民進黨 黨團要殺這個法案 也行政院通過 為什麼我就要來 有不一樣的意見 所以也是有這些 他們陸續給我 所以我也覺得 事實上立法就是 一個過程 這個過程裡面 有很多不一樣的想法 當然我這次 我也是有 我自己的想法 所以我現在 有在黨團 做不一樣的發言 這樣 因為你 我們說 坦白的像 你做立委員 第二次還是第三次 第一次 現在要拚第三次 我選三次 我第一次就選 第一次就選 是翁聰君 對對對 我是他 第二次之後 再選 是 是 欸欸欸欸欸 講到這就想知道 對 綠選的感覺是怎樣 比我更難 真的 綠選是很難 就是輸那些媒體問 穿下來 因為 像我們要選舉 我們就全力投入 當然 所以我像我們要選舉之後 我本來的律師傅 我數不數都關起來 是 但我那些 完工啊什麼 都變成我 變成我的助力 對 經選中部 對 經選中部的助力 富人跟綠選 你們說 哇 ��게みたい 給你們anking 這個 如果你們要做什麼 就會磨 皮膚 那就舉一個 日 eth內 沒標 忽然間沒什麼都沒有 所以你就是要錄算 我也是差不多過一個月之後 比較有想說也是要進鎮 來想看現在接下來要做什麼 你手頭的人要怎麼擺 那時候我們也是因為我錄算之後 我也是繼續回到我的律師工作 也是大家的人都老的 還要繼續做 也是 他們都一路 因為我事務所的時候 他們就都對話了 是 就是要延續到現在 牌的條款你們爸有意見 我們爸喔 我照理說我跟我們爸應該意見最大的 你跟我們爸有做會嗎 沒有 沒有做會 我們爸都 他現在因為北部 他身體要去複檢 所以他做北部 我照理我本來像我們爸的 很煩惱這個牌的條款 是 因為他當時就是 牌的條款 在民進黨黨的黨內 黨內他都排除過這次了 不過我們爸剛才說一句話說 這次我們要標榜 我們就是反黑津 所以既然 現在要選總統 既然這個條款 展現民進黨的決心 也是要給我過 我出了 我們爸才有大器 其實老園的那個園 他剛才看起來就是 我只要欠國家 我只要利利 我只要先收 我先收 對啊 但是你覺得這幾年 像之前在火火燒的問題嘛對不對 你覺得這幾年台灣體安好嗎 說實際 這幾年在我們 因為這裡是詐騙的 是 是 這裡是浸泡的 我覺得 在我們是不好 所以這部份要拿出 更加大的決心來處理 這裡是詐騙的 這些問題 對 說到詐騙 是怎麼處理 因為 這兩天的山花名畫 董的翁星喜嘛 網路還有山花名畫 就是一模一模 一夜市網頁有沒有 也還在詐騙 像我們都 有人我們助理的傳播 有人用我們的LINE 用我們的聯繡 和我們商品 Copy過 也是在外面 在中國白講話 對 但是 咱目前看的 政府怎麼也沒辦法做什麼 我是有一個建議 也正在宜選 來繼續 也是在詐騙 現在你把聯繡打開 講到變成 你把路過的 你放在看一個詐騙 對 所以這 我是覺得說 因為我們這次 在這個會期 也有同歸的防詐騙的殺法 包括在 組織犯罪加強條例 包括 加重詐騎隊339-4 加重他的刑責 包括這次的全白髮 在修法的時候 我們買手馬達 加重詐騎 就是這次的詐騙集團 也列為不得再參選 不過我是有特典團 都有提出我自己的建議 就是說 要防制這個詐騙 我們應該 要站在鼻海者的觀點 鼻海者 讓詐騙 這個最重要 是人很辛苦 你要說 後續的法律行為 我自己的法律行為就是 他應該要去個民室求償 錢要回來 要把這些鼻海者 叫他要把錢 要賠他 所以段都沒有在做 沒有人在做 因為鼻海者 也沒有開來 有了 但是你抓不到 加海者 就是你抓到車手而已 所以我的意思就是這樣 車手的都 15、6歲 17、8歲 我的意思也是這樣 你要站在鼻海者 所以應該 國家去設置 這些鼻海者 取得 對這些 加海者的執行名義 加海者的執行名義 就算是車手十幾歲 小孩 你兩天 你有可能 會變有錢 你有可能 會有一個套路 不得那些鼻海者 你如果不想 大家取得 一個債權 對不對 未來 你要大家賺 也沒有 超過這樣 超過追溯 所以國家應該 站在鼻海者的角度 讓這些人 未來 還是可以跟他追偿 那上面就六一四人 所以你會 這些 年輕人也好 這些加海者 也知道 你不要 你就 你今天都要做人頭了 你不要動作 你命都沒有財產 你不要動作 你不會孤留兩三天 出來你就沒事了 對 別想說你未來 一個未來的人就追不到你 所以我覺得 這是我的建議 我也未來 我會 這方面的修法 下去 法條下去推動 我是覺得 站在被害者立場 協助他取得 對於加害者的執行名義 是 欸 像 我們說這段這麼長 其實就是在說 二年 二年 那時候會輸了 輸了這麼難看 輸了這麼累 還是你爸爸叫你 說你是三大戰犯之一 沒有啦 那時候 實在這段 是稍微 大家在那邊 我也覺得 二年選到這樣 我們那個時候 我覺得有這麼多 我們 沒有啦 議員民進黨這麼要檢討 我們的黨的那些 判斷都不對 比如說 論文的事情 應該一開始就要 要經清理戰場 再來就是說 我們在二年 我們花太多力量 要計較 高峰安 除了他造立費的問題 是 進行他的學歷 他的問題 都是有問題 對啊 我們怎麼會跟我們國家 我們是進行動 進行動 應該有很多事情 要選擇 不然就是 我們這些地方 的事情 要開始下去 怎麼會所有的 媒體的力量 都放在 高峰安說 高峰安是你們 打到人家中的 對 他在那個儀隊 我就覺得 那個時候 開的方向 沒辦法走進去 所以我以前 在頭不夠 高峰安說 都不知道怎麼說 最好 不敢說 所以我沒想說 我們這是戰犯 就是我們這次說 該提出意見 我們沒有勇於提出意見 對啊 如果說到戰犯 你的好朋友 高峰安說我們 我們高峰安說 高峰安說 高峰安說 你跟高峰安說 他大了一次 你也先帶大法律 對啊 我再次跟大家講 高峰安年紀真的比我大 我跟他對過 他年紀比我大 也比我大 我們兩個感覺 我們兩個感覺 他的比我大 他真的喜歡學姐 不然我也有台口放 說 有時候 你 當然你一個選區 有你的特殊性 你的選區 你可能 不可以說 較 較勝率的言論 你有你的調性 但是你也不可以 每個人都 用 跟民進黨不一樣 然後 變成說 你的 你的 問政的理論 這樣是不對的 對 我也有跟他說 當然他有時候 聽他 但是有時候 他就說出來 我就會趕快給他說 哇 這樣 吵架一下 吵架一下 你吵架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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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還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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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你怎麼這麼大膽 你認真也要說 你覺得 你覺得高家瑜是高校 嚴格說起來 他沒有任何派系 對啊 對啊 你覺得 沒有 一看 高家瑜 一看 一看 你們比較熟的 跟他整棚 擴展 擴展 這應該是這樣說 民進黨本來有很多次團 次團 不是高家瑜 他 他從過去做議員 到現在 立委變動輸 我看他都做獨行俠 他做獨行俠 很慣 這可能 從以前就獨行俠 對啊 所以變成他的風格 所以我們也不方便說 他的風格這樣 對啊 因為這次 你自己要找美女刺客來嘛 對不對 對啊 高家瑜現在也督到美女刺客啊 高家瑜也督到美女刺客 他屋頂那三個 都做小孩嘛 都做小孩嘛 李彥秀 高家瑜還有一個 吳欣代 吳欣代 你怎麼看你們學姐 這篇 我們 譬如說高家瑜 這我學姐 她是 她說實在 她是 政治人物 她算很認真 所以 我那時候 有去那個 南港那裡 我看他的少爵 那裡 他那裡的地方 每一檔 那裡的阿公阿嬤 和他都很好 所以他有他特殊 不是特殊 他不是特殊 很認真 在經營地方 那是他的強項 比較是說 他用這個 唱歌不聽 也創造他的風格 年輕人也喜歡他 人有進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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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天有來我這裡想 有進步 雖然我們聽到 你也是感人的 人的少許艱固 彬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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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彬 有沒有 但是人有進步 沒有 我在看他 他的問題 不是出在綠的票 是出在深綠的票 那些 潛力的 墨綠的 這些 這些市場 其實大家都在找 我也說 你怎麼去調整 看他 看他的地費 對啊 所以你看 他有側翼店 你也有側翼店 你怎麼看側翼這件事 應該是說 在那裡歐金 論文 不但不是 碟糕 我們一些不中用的東西 側翼也是引起很大的反感 應該是說 我其實不太贊成 雖然大家都說 我和楊惠如很好 但是我也不太贊成 因為他那時候我也不會說 事實上 我們要發文 我們還是要本人 我們不要說 用匿名去發文 要用匿名的東西 總有一天會反撲 當然啊 所以我一時我也覺得 民進黨就是要小心說 我們不應該 讓太多匿名的東西 讓他變成我們 輿論的主流 我們寧可就是說 好 我們立委 我們議員 我們自己出來 回憶家庭 其他所謂的側翼 應該是說 其他可能是 網路上的 網紅也好 還是說 比較有戰利的人 可是他是本人 他本人出來煎 不是幫你親菜創一個粉絲團 民主去做 對 你用一個 什麼都不知道的人 什麼都不知道的人 什麼都不知道 他本人是什麼人 這樣去攻擊 會受到反撲 所以我是反對說 用這樣的方式 來打選戰 因為上次的選舉 跟二孔雲 其實很多人 他不是討厭韓國瑜 其實韓國瑜很可愛 講話超有梗的 很多人是討厭韓粉 就是我要看你們辛苦 我要看你們 當時在網路 養爺 但不當初 我要看你們辛苦 當時就是一樣 他就要看這些 這些所謂的綠雲車音 我沒有看你們辛苦 當然 韓國瑜也是有很多 這種我講的 粒名的出徵者 那不知道怎麼來 在韓國瑜的時候 我們 意識到 哎呦 原來網路還有所謂水軍 大量去 去用流量 在把人家衝 把那個人 每個都沒有信心 那種的 所以那也是韓國瑜 那時候我們 去意識到 這種狀況 但是韓國瑜本人 其實我覺得他這個 很特別 很深色啊 尤其他在北洋的時候 有一次 我們地方 我們地方的人去北洋 韓國瑜做東 請大家吃飯 好讓他為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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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農和服 用到我們這家 我們這家的 我們這家的 大家很高興 所以他為他的一家 好 因為這一次 每年就要算了 那大家現在體會到 一件事情就是 在民進黨 我們不管說我們載至了 2014 2016 到2020 當然2018 有韓國瑜 這家 四島的選舉 裡面贏三島 是因為少年票 對 你說太陽花的時候 年輕人換 嘛 你怎麼反差 去跑 那兩年的時間 延續 2014的熱潮嘛 2000年 因為韓粉 黃軍 有的沒有的 做成年輕人也還反一道嘛 OK 所以一輸 一六 一八 二雲都大成嘛 但是這次很明顯 民調遮採 你們四十歲以後的票 一直在流失 而且流失的速度 之快超越想像耶 你們這些年輕人票要怎麼樣 所以這次 其實 我感覺 還有柯文哲 我感覺 就是說 柯文哲這是來勢洶洶 我其實 有時候 看到一些年輕人 會說 對 對藍綠 都不喜歡了 要來支持 這個 很有梗的柯文哲 不過我是覺得說 由 這是 總統的大選 總統的大選 畢竟 他是國家領導人 他要有一個政策 很明確的方向 我們的大副總統 他雖然不是這樣搞笑 相對嚴謹的人 所以他可能 他要讓年輕人覺得 他好笑的比例 是比較低 沒有啦 他不能這樣做 因為我自己開槓過 真的不好笑 你知道嗎 不會啦 不是啦 你怎麼會自己說自己笑 人是兩面笑將 所以 我感覺說 畢竟他要做總統的人 當然啦 我是要選總統 你是要選協心啊 所以大副總統 他是一個方向很明確 他現在是很有自己理想 你現在結束得很好 對 結束得很好 說實在有很多 你看他的處理事 他就是他的堅持 我其中跟說 領副總統最大的優點 就是他的理想 他的課點 也是他收 也是他收 很堅持 很堅持 不過你堅持的人 你可以讓人民知道你的方向 所以他沒有一個中心 對嗎 他沒有一個中心 像他自己說 他去教育的時候 說現在的孩子都沒有修理 這不是好的教育 然後結束天 就說 沒有 他說的 是拼得啦 不是這樣啦 對啦 不是說他的教育 所以你看他 是飽飽的 他這種的價值 他也要說這是他的 他無贏的啦 這種的價值也是他 過期他無贏 但當你真的進入台選的時候 大家就開始會看 你這個要選總統的人 他在台灣有很多價值 都在選中的 你到底選中什麼 不可能 因為我給你無贏 你有沒有想過一個問題 沒有 現在的社會我們的訴訟 不是說非藍極力非綠極 他們堅持的價值 不是像我們想的 我就是一定要怎樣 他們覺得不這樣對 這樣對 對啊 這不是說綠的一定對 藍的一定錯 或是藍的一定對 他就在那個當中游走 游走在那個空間裡面 他們會跟著所謂藍綠去 他們現在像那個 不像藍綠去 他們現在像那個 不像藍綠去 不像藍綠去 對 你要說白色恐怖 不要感受過 我一出事 我就是民主我就是自由 這是好事喔 所以他對民主 對自由 對主權 對價值 他有他的概念 因為他的想法在那裡 所以 我們就是因為這樣 你們的年金選票 就這樣流失嗎 因為我們常常問的就是 為什麼 年金選票流失 你們怎麼去挽回 年金選票嗎 所以我是覺得說 這種東西 你也沒辦法 硬討好 硬討好 現在只是說 我們要怎麼打算 他這種 冷面笑將 雖然很嚴謹 不過他也因為 溫暖的一面 要說給社會 聽給社會 知道他這種人 因為現在 這是要 這是要國家領導人 國家領導人 風向一定要出來 像我說的 真的不能包白 也不能像 這個 我們大家的 故鄉的 侯友他這樣 都不說 都不說 你也不可以不說 也不可以說 所有家人都要擁抱 一定是一個方向 這個方向 要由八成來選到 而 外副總統 他就是方向清楚 對啊 所以我覺得 這就是他的人格特質 他這個人格特質 我們不可以叫他 硬去改變 硬要討好任何族群 我覺得這大可不必 應該是說 我們要怎麼去 讓八成長 這種嚴謹的人 也可以獲得 年輕人的 信任跟支持 你怎麼說到 胡友宜 胡友宜你自己人 對啊 但是聽 我看民調 他在中南部的 知識度其實並不好 你自己的問題出在哪裡 我感覺 胡友宜 他主要是一個 比較大的問題 因為他 是我們家宜出身 我們六腳 他是六腳的破主 他是六腳 但是他突出的那時候 都在破主 他所以我們 很道地的教育 我們沒有人 就要呈現自己的 會收聽 啊 啊 聯合人出事 我們就是要幫忙 是 那就是我們沒有人 比較愛開口 韓國瑜現在 比較大的致命傷 就是說 郭平東你不管在公道 胡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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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現在我覺得 他的致命傷就是說 你在公道的時候 你也沒人聽 韓國瑜的算 你也沒人聽 啊 元寬恆的算 你也是有人贏 這次人家的算 你明明最後一天要來 你就沒來 你都沒來 所以 人家需要幫忙的時候 你沒人跳出來幫忙 啊 那你 你現在要算了 你要這些人 都義無反顧的支持你 那個力道一定會打擾 所以其實你自己的孩子 你自己的孩子嘛 你就看 你覺得 胡友宜覺得比較黏黏的呢 所以這個 我覺得奇怪 他照理說 他 他 警察出身 警察出身 應該是 會很知道 做貨幣的 應該要知道社會 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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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麼收聽 所以 我是覺得說 時間還是會檢驗一切啦 過去胡友宜他選擇 在很多戰役的時候 他不和國民黨站在一起 但是他就是 很多戰役不和國民黨站在一起 所以在他之前民調 這個這麼高啊 四十幾%啊 是啦 他之前的民調 在新北 民調超強 不得我觀察起來 事實上胡友宜在選舉的時候 他也都 放到 剛好順風球 在一般年的時候 遇到 寒流 過韓國瑜 席捲一片天 整個台灣 都跟著 禿頭走 在2022年的時候 民進黨反撤 民進黨 那時候 戰略整個條 不好 所以 胡友宜在這兩次 都選了很漂亮 其實都很好 但是 我看起來 都順風球 你這次總統 台選 第二 三角度 三角度 這就不是順風球 這就真的要高度檢驗 你的 你的所有言行 所以 胡友宜 現在 你誰說要韓國瑜 對啊 你哪有收他的業配 沒有 我有 全部要收他 每天都要收他 對 我們全部要收他 雖然 有韓國瑜在那裡 我多收他 每天都在看新聞 他今天還要說什麼 所以你覺得胡友宜在 中南部還有求嗎 我感覺 當然我們站在民進黨 我們就希望 保持這樣 我們怎麼說 對啊 我覺得胡友宜 他也有他的脈絡 所以民進黨不能大意 不能說 現在胡友宜 他就沒辦法 這倒是未必 而且 最好 柯文哲跟我就保持 像現在這種 這麼順勢 不可以做到 因為 事實上柯文哲 他現在是 重點 他是一個人選 他是一個人 人被我過檔耶 沒有 他現在 他就是 柯文哲一個人 他過檔他用爭招 現在 他用爭 沒有 那算他的友軍 我說 他民眾黨的主力部隊 目前柯文哲是一個人選 他要不排出他未來 他的立委的候選人 等於他旁邊的人 還不排出來 一旦排出來之後 就像民進黨和國民黨一樣 每個人都會受到檢驗 每一個要參選立委的人 這些人讓減染 如果真的是反處 主帥就會受傷 所以現在賴副總統 也要面對說 這些性騷的事情 他要面對 啊 胡友宜呢 現在也要面對 他的新八市政府 有做得比較不理想的 啊這就是說團隊嘛 啊政黨政治就是團隊嘛 啊柯文哲就是 他現在就是單操一個了 是 他旁邊沒有人嘛 啊他單操一個就是說 他一個人不要翻車 他就可以保持他的風格 但是他跟川總統 最後的改單 那個陣容 大家都 他也是要擺出他的陣容 啊他的陣容 大家都可以 像 都可以經得起檢驗 那就未必了 所以我的意思是說 欸我不覺得 柯文哲到最後 還可以保持打 侯友宜壓著打這樣的民調 就是你看看 最近出來的民調 嗯 呃 賴副大概都在這個35%上面 嗯 我們先說 四月的時候 四月賴副大概在35%至40% 嗯 對 侯友宜都差不多25%至30% 對 柯文哲就是20% 20% 很穩定 對 很穩定 對啊 但是 這禮拜民調出來 嗯 賴副最大的 做到36%至37% 37% 對 最多做到32%至31% 31% 欸 柯文哲也做到30% 對 對 蠔友宜剩17% 那如果這樣 會死過我大病 從蠔友宜被氣保 現在柯文哲就是要操作氣保 是啊 他一定會操作氣保 啊 不然要跟 國民黨這種 有 基本盤有做一個 要打氣保 是很困難的事情 過去也跟 宋芳瑜 他有那種能量 不然大家不要忘記 宋芳瑜那時候是 省長 他是全國 都有他的脈絡 啊 柯文哲現在就是說 他 比較不公平的脈絡 不然有年輕人的支持 對啊 啊可是年輕人我覺得 年輕人是不受意識形態綁架的 是啊 是啊 所以柯文哲他這20%很重的 就是 他現在有年輕的族群 10打10的20% 可是說 好 不是柯文哲這種 薄白的選舉方式 到後面 真的大家都可以接受 他這項也不會 這項也不會 到底你是什麼樣的柯文哲 大家看不出來 了解 明年 明年 明年要打 明年 明年要打12強棒球選賽 你們破主也有一個很好的球隊 棟哥 我們棟哥 真的是強的 我們棟哥 一直棒的 我剛剛有看新聞說 你 跟企業來跟棟哥合作 不是 來跟棒球合作 不然 主要是 對啦 一個歐元 因為我們 嘉義官 棟哥是一個 很棒的球隊 你如果說 傳統的 棒球的名校 對幾幾幾 平鎮 平鎮嗎 有高報嘛 以前的發行 南部美河 南英 你如果看 你如果看 現在打得好 都贏了 是 都贏了這裡 就煮完肉 我們棟哥就是有一棟 實在很不簡單 打贏 平鎮就打贏 古堡 那次打到北京 打到第三名 第三名 所以我就覺得說 哇 我們有辦法 用這麼少的主委 訓練這些選手 我實在覺得說 這棟棟哥真的是 真的是 厲害 所以我就陷他們 很多的互動 我們棟哥的 後來會的 會長威漢 也會說 比較經營 要董這棟球隊 是 地方的所有企業 差不多都有歐元 對啦 都去停這棟 這棟球隊 但是 每年這樣來 也是很辛苦 要這樣去牧 所以我那時候 我剛才發下豪語說 要來找一間大間 比較大條的 古町 古町 古町就會這樣 比較興奮 不要讓大家那麼辛苦 所以我才會去 拜託這個連電 連電 做豪馬 他就說好 我們這個球隊這樣 打到不錯 然後 就在棟棠所在偏鄉 偏鄉的孩子 所以他也說 一年一百萬 連帥五年 幾票都會這樣 我相信未來 我這六個月 應該可以去演唱 因為給大家介紹一下 你的選區是在哪裡 我選區就 加以關算 山區跟海區 我是在海山 海山 我有八鄉頂 是 大八 水上 泰保 六腳 破駐 六臭 當中 佩地議長 我八鄉頂 在山區就是 陳明文委員 現在他們小孩 冠廷 要來演唱 還要繼續選 在嘉義市 就是王美會 嘉義市 算小小的 但是那些人 密集度 所以我們嘉義館 是很多事實的地方 我們館長很辛苦 我們翁張縣長 因為 嘉義縣是一個 去中心化的 人家過期說 比特幣去中心化 我們嘉義市 不是去中心化 因為我們嘉義市 是獨立的 沒錯 我們大家鄉頂 十八鄉頂 十八兄弟 大家都平大 沒有一個鄉鎮 特別大 所以我們在去中心化 我在嘉義讀書 讀了八年 大學四年 加研究所四年 其實我對嘉義很認識 今天很高興 我們議會委員 跟阿嘉 跟我們分享 這是在民進黨裡面 到底有什麼樣的問題 那這次 議公議事的大選 到底民進黨 我們的 賴副總統 有辦法變成總統沒有 有辦法安全過關沒有 故事還沒所謂 不要動作現在在亂 你就會當躺著選 OK 今天非常謝謝議員來到現場 謝謝理姐 感謝大家 七有之旅 我們明天見 拜拜